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我是琪琪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种棒棒糖,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的 这种糖不单是口味更多,而且种率也非常丰富 深受到大家的欢迎 虽然很多家长都知道糖吃多了会蛀牙,而且还会肥 但是为了哄小朋友,很多家长依然会经常买这种糖给小朋友吃的 不过最近有人就说,这种糖真的不可以经常吃 因为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到底是什么隐患呢?我们立刻来调查一下 糖果一直都是小朋友的最爱 只要见到糖,就算是这里哭的小朋友都会破一遍小 棒棒糖更加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应 似乎每个人的童年有了棒棒糖,才算完整 在生活当中,不但小朋友喜欢吃棒棒糖 有些大人们也特别喜欢吃棒棒糖 棒棒糖的种类多种多样,颜色不才纷纷 这些食材鲜艳的有色棒棒糖 诱惑着小朋友,刺激着他们的食用 受到很多小朋友的喜爱 棒棒糖的形状真的多种多样 比如说有像球那样的,有扁原的,有花边的 甚至还有像动物那样的形状 而且颜色方面都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说有红色,橙色,绿色等等,真是五眼绿色 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吃,真是看着都会流口水 这种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古老师以前是吃的 喜欢 为什么喜欢这个老婆? 因为她喜欢 喜欢 因为它的颜色很好看 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甜 因为它的颜色是很漂亮 不过就是吃着吃着的时候 那些色素会掉下来 看来现在的小朋友 真的很喜欢吃这种五颜六色的胖胖糖 当然了 不单止因为它味道甜口 更多的是因为它颜色鲜艳丰富 可以吸引着小朋友的眼球 但有人就说 这种胖胖糖之所以颜色鲜艳 是因为添加了大量色素 吃多了对人体有害感 所以这些鲜艳比较新鲜 你们都是摄出的比较多 哪有呢 那样啊 那样啊 那样还是种的吧 这个手的胖胖 有啊 当然有啊 也是在上面啊 应该会有 想象可能有吧 可能偶尔吃一下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吃得到的话 肯定对那些小姐那些胃口啊 或者是那些资料 都是会有影响的吧 那么多不少对小朋友的成长 都会有那么多的食素 就觉得它很多颜色色素比较重吧 就是说一般的糖 给小孩子吃 因为糖这个里面的食素 你是知道它是可食用的 还是不可食用的 在刚才的采访体力 家长很少买这些棒棒糖 给小朋友吃 因为大多数都知道 这些糖含有食素 不过吃了这些含有食素的糖 会有怎么样的危害 他们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食用色素又称之为食用着色剂 是令到食品着色 从而改善食品色调和色责的可食用物质 分为天然食用色素 和人工合成食用色素两种 孱ality的色素电ks会提炒出 进的动物质 而人工合成的这些色素 是 ox Vault 用煤焦油提炒出 一些成分 然后制造成一些色素 这就是人工色素 毫无凡糖里面 看它的颜色 它可能会有柠檬黄 朗友黄等等 如果它是正规制造的厂家 他就会加一些国家允许批准 加入那些色素 基本上多数都是人工的色素 由于人工合成的使用色素的颜色和着色力 都比天然使用的色素好 加加亦都比天然色素的便宜 所以人工合成使用色素被广泛应用在食品当中 棒棒棒一样也含有人工合成色素 专家说只要色素的添加量 含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上卫生标准 就没什么大问题的了 不过下面这一则新闻却令人心心担忧 有位女士说她的儿子吃了一种青蛙棒棒糖之后 排出了大便都是绿色甘 而且儿子睡到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喘到上气截不到下气 随后就手脚僵静 呼吸困难 幸好医生及时赶到小朋友先缓过气馁 而经过调查发现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竟然是一种青蛙棒棒糖的着色素严重招标 导致小朋友冲动 吃棒棒糖会吃出生命危险 有没有那么恐怖啊 这些棒棒糖几乎到处都可以买的 而且价钱又不贵 所以作为家长也不会不舍得买给小朋友吃的 但是有些小朋友很喜欢吃甜的 一个星期就会吃好几次的棒棒糖 如果说这些棒棒糖有问题的话 那否则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看上面很多颜色会不会有色素啊 这种棒棒糖 上面连生产日期都没有啊 会不会小孩子吃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啊 我们这边都有生产产日期 经过了刚才的暗房之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大多数的小朋友都很喜欢买这些棒棒糖来吃的 有些一买还会买好几个 其实我个人都很喜欢吃糖的 但是我经常发现每次吃完糖之后呢 我的嘴就会黏黏黏 而且条理还会变色的 虽然商家就说不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但是看了刚才的这一则新闻之后呢 我始终都是不放心 到底棒棒糖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继续来调查 或者查明真相 我们的调查员随机选了几款的棒棒糖 结果发现好几款的棒棒糖的包装 根本都是没有或者是完全看不清生产厂家的地址 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等等上升 而更加得人害怕的是 这些三毛棒棒糖 有很多都在小学或者幼儿园门口的小卖部那里卖着 难道正在新闻当中的小男孩 就是吃了这些棒棒糖才会中等 其实一般情况下 你说那个条理会有 吃了棒棒糖的条理会有颜色 多数都是它的添加剂导致的 比如色素等等 如果是排泄物 其实正常来说排泄物很少会有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就算是人工合成的色素 它在肝状会分解代謝 然后一般是不按照颜色地排出来的 它多数是排泄物里面 排泄物里面它就不会有 但是如果是过量比较大量 它未分解未吸收 这样在大便里面可能就会有色素颜色了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些棒棒糖还含有很多添加剂 最多的甚至可能含有38种添加剂 其中含量最多的就是色素了 哇 真的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一支这么小的棒棒糖竟然含有这么多添加剂 比如说争酬剂 疏松剂 最多的就是着色剂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色素了 大家看我手上拿着的这支棒棒糖 它的包装上配料就写了有 柠檬黄 日落黄 幼滑红 凉蓝 四种色素的 一支这么小的棒棒糖就含有四种色素 真是很害怕 到底这些棒棒糖的色素含量又有多少呢 或者搞清楚棒棒糖里面究竟含有多少量的色素 我们的调查员将买回来的四款种类不同 颜色不同的棒棒糖送去检测机构 进行色素检测 分别是一号球状的红色棒棒糖 二号代装黄色棒棒糖 三号花形彩色棒棒糖 和四号扁原形彩色棒棒糖 接着来就等试验员和我们讲解一下检测步骤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样品取五到十克呢 融于温水之中 然后呢我们需要用到一种叫巨鲜氨粉的粉货 将它吸附 那这种巨鲜氨粉呢在酸性的条件下面呢 是可以把这个色素给吸附住的 然后我们用其他的容器把里面的杂质冲洗掉 然后再用碱性的盆液把那个巨鲜氨粉冲洗 然后呢就可以把色素从里面冲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融缩 然后进行那个叫热项色库 经过一番简单的讲解之后 实验员就开始对这几种的棒棒糖进行色素检测了 经过一系列的检测 检测已经完成了 接着下来的时间内 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检测结果了 实验的老师就告诉我们 检测结果要等几天 那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内 我又有新发现了 就是在这些棒棒糖里面 除了色素之外 还可能含有甲醛 甲醛啊? 没有想过这些 我想它这些东西我就不懂的 这些东西 不过尽量小米给小朋友吃 甲醛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 他们当然是消瘆了 这些那么多色素的东西 甲醛我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但我看到它的色水我已经害怕了 对这种完全不了解 对于甲醛大家都不陌生了 在我们以往节目当中 已经做过很多甲醛的双眼测验 甲醛一般应用于化工行业 大家比较熟知的 是大部分的油漆当中都含有甲醛 但由于一定浓到的甲醛 对人体活产生危害 会导致重多疾病 所以是禁止用于食品添加制 小朋友经常吃的棒棒糖里面 到底是否有甲醛 这里到底的真相是空月来峰 还是实质真的有呢 为了调查清楚 调查验在专家的指导之下 买来实验用品 进行甲醛的检测验试验 为了教清楚棒棒糖是否有甲醛 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个实验 大家看到了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食品甲醛的检测盒 它可以检测食品当中是否有甲醛 而桌面上摆着的这四种不同的棒棒糖 就是和我们之前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色素检测的棒棒糖是同一批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四种不同的棒棒糖 全部弄碎它 然后再根据我手上的这一张食品甲醛 银别操作过程示意图进行检测的 好了 下面立刻开始我们的实验 首先会用我手上的这个铁 把这些棒棒糖全部弄碎它 把四种棒棒糖研碎了之后 调查完把四种棒棒糖分别加入到四个提取坪里面 直到覆盖底部 然后用吸管吸取0.5毫升的常清液 去到离心管里面 接着吸取三滴的检测液A 和两滴的检测液B 去到离心管里面 最后将测试完后的甲醛检测管 和标准的比式板进行比对 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现在我们立刻来对比一下色阶卡 首先是洋品1的 洋品1的颜色比较浅 是去到数字值是0的 也就是说洋品1的棒棒糖是不含有甲醛的 我们再来看看洋品2 洋品2的这个液体颜色也是很浅 也是0的 洋品2也是不含有甲醛的 再来看看洋品3 对,从色阶卡的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也不含有甲醛的 最后再来看看洋品4 洋品4的这个棒棒糖 也是不含有甲醛的 通过了刚才这个实验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以下的这4种棒棒糖 都不能有甲醛 但是最近有网友就说 这个棒棒糖的索料棒 可能会有甲醛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们继续实验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对棒棒糖进行了甲醛的检测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实验就是对棒棒糖的索料棒进行甲醛的检测 在硬性的实验当中 现在结果出来了 我们马上来对比一下适街卡 首先是洋品一 也就是说洋品一的棒棒糖 是用五毛钱买来的 我们看到它塑料棒的液体颜色 是在0至10之间 0至10之间 其实也算是含有格存的 只不过它含有格存的含量不算太高 我们再来看看洋品仪 它的格存素食也在0至10之间 相对于洋品一的话 它的液体颜色会稍微淡一点 也就是说它的格存含量 相对于洋品一来说会低一点 好,我们再来看看洋品三 它的素食也在0至10之间 也就是说洋品三这个棒棒糖的塑料棒 也是含有格存的 再来看看洋品四 洋品四我们只看这个液体的 这个色泽程度就比较淡 是含有格存的 通过了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这四种不同的棒棒糖的塑料棒 也含有格存的 那这些浓度的格存 会不会通过食用棒棒糖 而被我们人体吸收呢 对小朋友又不会有危害呢 一般情况下如果它的格存浓度比较高 一般如果是按照大概 如果是每公斤超过0.1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急性的症状就会出现 根据医生的说法 食物里面的格存浓度如果过高的话 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危害 虽然我们检测出这些棒棒糖的塑料棒上面的格存浓度是很低的 但家长在被小朋友吃棒棒糖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 不要被小朋友养成咬索料棒的习惯 因为这样很容易会令到小朋友将索料棒吞下去 造成危害 它这个塑料棒本身它人体是不吸收的 那么它的化学成分对人体影响到不大 主要就是说这个塑料棒 它有可能引起一个消化到管壁 它可能堪顿在消化到管壁里面 因为那个塑料棒还是一个比较尖锐的一个东西 它如果堪顿在使管或者堪顿在胃 甚至堪顿在肠管的话 那它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会引起肠壁的弥烂 溃疡 还有可能会引起肠壁的窗孔 那么如果消化到管壁的窗孔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 可能就需要急诊做手术的了 看来这么小小的棒棒糖不容忽视 这种小小的塑料棒就更加不容忽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棒棒糖的色素检测实验 现在实验结果一出来了 看看结果又会是怎样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报道了 有位小朋友在吃了棒棒糖之后 出现条腻和排泄物变色 甚至还出现手脚僵硬呼吸困难 这些症状的新闻 为了调查清楚事实的真相 我们还专门在市面上买了几种常见的棒棒糖 送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色素种类和含量的检测 现在结果出来了 我们立刻去看看 检测结果显示 1号样品有华红含量为每千克0.6克 2号样品日落黄含量为每千克0.3克 柠檬黄含量为每千克0.2克 3号样品日落黄含量为每千克0.2克 柠檬黄含量为每千克0.1克 有或红含量为每千克0.4克 亮蓝含量为每千克0.3克 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 在同国当中的日落黄、柠檬黄、亮蓝的最大使用量为每千克0.1克 有或红的最大使用量为每千克0.085克 但是在我们的检测当中 这四种棒棒糖的色素含量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 其中一号球状的红色棒棒糖虽然只含一种色素 但是它的有化红含量却超过国家标准的七倍以上 3号和4号棒棒糖颜色鲜艳所含的色素种类也是最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以后尽量小吃或者不吃这种颜色重多的棒棒糖 老赵还告诉我们听 一般在糖果包装的说明书当中 必须表明具体色素的名称 好像在成分当中添加多种的色素 就是在配料表当中应该标明各色素的代号 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桌面上这几款棒棒糖的包装 看看配料表上面到底有没有标明色素的代号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两支大的彩虹棒棒糖 我们可以看到在配料表上面是有写明 柠檬黄、日落黄、幼黄、梁蓝 这四种色素代号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支小的彩虹棒棒糖 同样我们也可以在配料表上面看到有 柠檬黄、日落黄、幼黄、梁蓝 这四种色素代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两种 红色的这支棒棒糖是写着幼黄的 而黄色的这支棒棒糖是写着柠黄的 而黄色的这支棒棒糖是写着柠檬黄的 这支棒棒棒糖就是给我们检查色素超标的棒棒糖 我找完整个包装都找不到有写明色素的代号 用了什么色素都不知道 更加没可能知道用了多少色素 如果我们经常食用这些色素超标的棒棒糖 又会有什么危害呢 食用色素如果是按正常来说 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标准去添加 而且你吃这些食品不是量太大的话 一般会对身体是没什么太大的危害的 但要注意几点的就是 一个你大量食用这些有色素添加的食物 第二个是儿童 在生长期的润腑 这些在胚胎生长期的 这些人如果吃了 他可能会造成很多危害 比如如果你是大量食用这些色素的话 可能会致癌 等等还有些急性的胃肠炎 等等会出现 如果是新鸣仔吃了 他就会影响他的大脑发育 生长发育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 孕婦或者小孩去过多食用这些有色素的食物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发现无论是哪种棒棒糖 他的色素含量都是很高的 特别是那些包装信息不明确 信息都没有表明的棒棒糖 就更加严重了 所以调查团在这里提醒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在购买棒棒糖等给小孩吃的食物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包装的上升 在调查过程当中 调查员发现了一种 使用紫棒代替塑料棒的棒棒糖 那使用这种棒棒糖 是不是就一定安全的呢 紫棒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些 因为它紫棒它里面含有的甲醋量可能就会少一些 和其他一些棒棒糖它的区别就是在这里 所以如果是选紫棒的那些会稍微好一些 调查到这里 对于这种常见性用的棒棒糖 我们也了解了不少 最后我们对这一次的调查结果做过总结 第一 棒棒糖合有大量的色素 千万不要多省 特别是处于生长期的小朋友 最好就是小吃或者不省 第二 索料棒棒有甲醛 小朋友不要养成咬索料棒的习惯 或者可以选择相对安全的紫棒棒棒糖 虽然胖胖房索料棒上面的甲醛微乎其微 但是建议各位家长都不要让小朋友养成咬索料棒的习惯 以免造成索料棒不食而导致腸围问题的悲奇 其次大家在选购糖果的时候 也要看清楚包装上面的信息 比如一些生产厂家日期等等 尽量买一些添加剂比较少的 其实无论是什么都好 都要适可而止 不要吃太多 好了 今期节目又差不多了 下期同样时间 记得支持我们的生活调查团